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清二楚 知道吗 有违禁在台北市不要买 好房网 带你聪明买好房 想住哪就住哪 挑选理想区域 降多少帮你整理好 找出低于持价登陆好房 加LINE 想先看最新货盘价 您想要的房子都在 好房网 快加入聪明买好房 新北市有风险 淡水河以南随便盖 高雄违禁尽量盖 不行 高雄违禁尽量盖 万一韩国瑜下台之后换了一个很严格的市场怎么办 所以违禁还是不要盖 知道 用途是机车位 变成公社还是不要碰 就是麻烦 麻烦 不要惹麻烦 好 柯匹记铁碗 这件事很多年了 大家都忘记了 建筑是卫照 无违见证 遭判行成首例 什么意思 好 现在162个分享 我们分享变少了 今天人变少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脸书好像又把那个触及率所小了 不是大家烤肉 今天不会烤肉 礼拜二烤什么肉 对啊 礼拜二不会烤肉 礼拜五才烤肉 台北市买卖房子大家忘记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从2015年9月1号起 领的就是新房子都要出去 无违章证明才可以过户 你懂我意思吗 2015年9月1号之后的房子都要有无违章证明 这个新闻讲的是说 居然有人敢出自卫照的无违见证明 就被判刑 被判什么刑呢 王姓建筑师 被判处三个月徒刑 但缓刑两年可以一颗罚金 然后要赔6万块 建筑师接一个案子能赚多少钱 居然要被判刑 然后还要再付6万块 多靠北的事情啊 这个建筑师可以去靠北一下 有很多靠北的网站可以去发泄一下说被屋主如何逼迫 可是台北市对于违禁的处理 真的我很喜欢 新北市可能是要拆 外县市随便你 高雄尽量盖 不行盖 韩国瑜不是做一辈子的 韩国瑜又不是做一辈子的 所以还是不要盖 云林 不要盖 还是危险 好 今天没有通知微波 Karina Lee 没有通知直播吗 有 我跟你讲 脸书 这些机制是脸书的 因为像我 我有订很多直播的东西 什么优先什么的都订了 你们开那个 脸书有一个功能是说 当你直播的时候 当你有什么讯息的时候 优先通知你 记得要开这个东西 YouTube是请开启小铃铛这件事情 脸书有时候就不会通知你 你懂吗 除非 好凡网付很多钱 脸书就会通通通知 这个就是脸书想赚钱的目标 很炸 有没有 不用啦 你出来啦 你要给我吗 好 订阅好帮忙 开启小铃铛 如果还没有订阅的话 留言的话 我要学十个不同的YouTuber说 订阅小铃铛 或是请得等一下留言 我会 还你 好 小心看啊 好 所以台北市的房子要留意这件事情 如果你在台北市有违建新房子的话 你绝对过不了 你必须要拆除才过屋 所以台北市新的夹层屋就很靠北了 你可以住 你可以买 但是如果你要过屋的时候 你就要拆掉啊 哪个建筑师他一个月赚你多少钱啊 然后要给你开一个违章的假的无违建证明 然后帮你过屋 他不是傻子 懂吗 这是上新闻的 还有很多是没上新闻的 所以你必须要小心 好